哎呦哇塞腿都上來了 哇塞我剛剛只是想說 你知道好兄弟見面的概念 好兄弟 亂鬧哇 人家室友在練的好不好 歡迎你 世紀合體嗎這個是 對合體合體 又合體爆一個爆一個 感覺感覺很像一場夢 因為我聽說 回到過去了 因為大家都會呼喚陳詩安唱歌嘛 然後有一天他就 他就很調皮的就寫呼喚我 對我叫你唱什麼 柯木山 然後我就沒有管他 然後他還回來抓我 他說你為什麼沒有回覆我的柯木山 我是私訊傳給你對不對 沒有沒有 你是公開嗎 我是先公開叫他唱柯木山 然後好像在私訊說 為什麼你不回我 我好像也是公開問你 然後公開 因為以前就是我是小師弟的時候 都是士安帶著我 所以就會覺得好像 這個東西都回來的感覺 對 士安你覺得李玉璽他本身可以 分貝會夠高嗎 你覺得要不要猜測一下 他很吵耶 你在吵耶 他很吵 他呱噪起來很吵 還是他聲音很吵 都吵 都吵 我覺得他可以 陳世安 走心的歌 哇塞 跟各位報告 一百二十五分貝 掌聲鼓勵吧 聲音還好嗎 沒問題 沒問題 好 呃 示範到這邊 我們先謝謝李玉璽 哈哈哈 已經好久沒有辦簽唱會 然後現在的人其實也 比較不會用CD來聽音樂 所以我其實一度有擔心的 但是沒想到今天 呃還是成功的完成了簽唱會 我覺得非常難得 我剛剛看到李玉璽的時候 我就想起 我們以前就是 在老鷹試照的時候 最走心的是他的身高 因為他真的特別特別高 不是我們矮 不是我矮 是他真的很高 然後每一次要合照的時候 我們就會很 覺得說啊 這樣站在一起會特別 顯得我特別矮 可是我我剛 他一上台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情就看他的鞋子 那我說天啊 他也太貼心了吧 他今天竟然穿 他真的平到不能再平的鞋子 然後我我感覺 有一種回到以前 老鷹四少的那個上台模式 因為我們都會穿有跟的 然後他就是平頂鞋 這麼多人分不順暢 那背心的話是防甯 我叫著火夢幻的置念 這三頓總是愧欲ень的雨天 活著舊老天王 感頭很肥 會模仿到 就像 會永遠未表現 無限 換人看見